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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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首先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從以前啊 就會很多人開始問我說 欸 宏安 你最近到底在忙什麼啊? 所以你最近最近在做什麼? 那每次遇到這個問題 我都覺得超級難回答 因為大家看一下我的 就是我自己在努力經營的項目 其實非常多 就是我是旅遊作家 我到目前為止履行了45個國家 然後出了6本旅遊書 其中有一本在全中國發行 那另外我自己是設計工作室的創辦人 我們公司都在接大陸的比較大型的設計案 比如說HP電腦的年度發布會 這樣大型的設計案 那再來我自己擁有兩間民宿 還有我是摩洛哥訂製旅遊的一個創辦人 跟摩洛哥當地的旅行社合作 那這個也是目前做到全亞洲中文市場裡面的 最好的一間摩洛哥訂製旅遊公司 那再來我自己是談話節目的固定來賓 其實就是大家所說的那個名嘴 就是在談話節目裡面常常去分享旅遊 或者是一些旅行中遇到有趣的事情 那一年大概要上100集的電視節目 再來我自己演講的場次超過了百場以上 那我自己有廣播節目的旅行單元 而且我自己是有開攝影展的攝影師 那你看這麼這麼多的經營的項目呢 全部就用那個藍色的斜槓把它隔開來 那斜槓啊到底怎麼樣去定義它呢 我有一個朋友啊他就在他自己的名片上面印了 他自己是平面設計師一個斜槓然後吉他手 那這個這個名片喔這上面就寫了一個他代表他的斜槓 那平面設計師這件事情是他的職業 我是沒有任何質疑的啦 那但是吉他手這件事情呢 身邊的朋友就充滿了懷疑 因為他其實是他的興趣他很喜歡玩吉他 那他也約了幾個朋友所以不時的會去團練 但基本上呢他在吉他這個項目上 並沒有辦法做到公開演出的程度 也沒有辦法用這樣的能力來賺到錢 所以那算是一個興趣的經營 那如果啊興趣的經營全部都拿來說我自己就是斜槓的話 那你知道全台灣的國小的學生 國中的學生 高中的學生補了這麼多才藝 我們就是斜槓之國 就是大家都斜槓了吧 那當然不是這樣定義的齁 那斜槓這個定義開始是來自於一個英文字 那這個斜槓的名詞出現是紐約時報的一個專欄作家 他寫了一本書叫做雙重職業 那他裡面就寫到現在已經不再流行一個人一份職業做到老了 現在很多人會有兩份職業或兩份以上的職業 而你在這本書裡面就可以理解到他認定的斜槓是至少那會是你的職業 是能夠賺到錢的或是你有絕對的專業度 所以我們的斜槓定義會放在這樣的地方 那聽起來很新的一個名詞 但是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一個五百年前的人 他世事距今剛好五百年 達文西 他真的是非常斜槓的先驅 但是在從前我們沒有斜槓這個詞的時候 我們簡單說就是他是一個通才 那你可以看到他專精的畫家作家天文學家 然後發明家軍事家雕刻家音樂家 考古學家地質學家還有生理解剖家 那他在這方方面面就上面所列的所有方面呢 都留下了非常驚人的大量的手稿 而且非常的專業 甚至到現在還有非常多的學者在研究他的手稿 那講一個比較近一點的 就是去年最流行的氏族賽 氏族賽裡面呢 有一個非常受到廣大網民歡迎的一個隊伍 就是冰島隊 冰島這個國家呢非常的小 那他們的人口也非常的少 只有33萬人 整個冰島只有33萬人 那所以非常的缺工 在冰島呢 擁有兩項職業以上的人一點都不稀奇 那你很難想像 一個足球的國家代表隊 他們幾乎裡面所有的人都是斜槓工作者 都有兩份工作以上 比如說他的教練其實就是一個職業的牙醫 他甚至在市主賽的時候幫別的隊的人 有牙齒的問題直接現場治療 所以他就是一個專業的牙醫 那再來呢他的門將是一位導演 這個門將很厲害耶 你知道他對上梅西還擋下了梅西的球啊 那所以這個門將 但是他在 所以你看他的 足球方面是絕對專業的這麼厲害 那他其實是一個導演 紀錄片導演 然後他人生的夢想是要拿到奧斯卡 那去年的市主賽裡面可口可樂的廣告 也是由這位導演去拍攝的 再來他們的中場 是一個房地產公司的老闆 然後他們的前鋒是一個電競玩家 那所以其實在冰島這個國家呢 斜槓實在是太普通和平常的一件事情了 再來跟大家介紹另外一位是 一個非常知名的Airbnb這個網站 它其實是全球的一個民宿網站 民宿的平台 那他的創辦人就是一個職業的家具設計師 講了簡單的三個例子之後 那當然今天站在這邊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斜槓人生 來 先看到這一張圖 我自己的斜槓人生啊 是從這中間 中間的那兩個項目 就是設計和旅行開始發展的 我從非常年輕的時候 就已經發現自己在設計和藝術上的天分 那在這個部分就一直希望能夠 讓自己學得越來越專業 那所以我在高中的時候 就已經非常明確知道 我希望能夠念藝術或者是建築 或者是設計相關的科系 而也非常努力的考到了設計系 之後在學校設計的四點培訓 讓我可以把我的興趣 也就是設計 變成一個足以拿來為生賺錢的 變成我的工作 那接下來呢 我就開始自助旅行 我從16歲就開始自助旅行 那到處旅行的過程中 我就發現我很愛寫下來 所有旅行的紀錄 我很愛拍照 接著回來之後 我又非常愛分享 所以這就是我非常愛做的事情 所以我一開始呢 我的斜槓項目 從一個單純的設計師 開始怎麼延伸的呢 就是我把我的旅遊照片跟文字 我提升我自己的寫作能力 然後出版社就找我出版了第一本旅遊書 在我大學畢業後兩年 那這個時候我就 開始斜槓旅遊作家 那成為旅遊作家之後呢 我的這本書 我的第一本書裡面 包含裡面的設計 全部都是我自己做的 所以我是結合了我自己 最熱愛的兩件事情 設計與旅行 然後就出版了我第一本旅遊書 那接下來 我又圍繞著這兩個主題呢 去發展了一些興趣 比如說旅行當中有的時候 會有一些小小的片段 或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我可能不會把它寫在書裡 但我依然很想要分享 我就把它寫在部落格 所以之後我就成為了部落客 那成為部落客之後 很多人寫部落格 你以為是寫開心的 就是把自己的旅行日記放在網路上 其實不是只有這樣 如果你是一個職業的部落客 你是可以非常有系統的 將你的文章寫得容易被搜尋 也就是讓它的SEO提高 那容易被搜尋之後 你的流量很大 那你在裡面所置入的Google廣告 都會為你帶來收益 每一篇文章 只要有人點閱 就會帶來收益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又斜槓了部落客 而部落客不是寫開心的 是可以替我賺錢的 那再來 我後來又很喜歡分享嘛 所以我到處演講廣播節目 所以當我把我的旅遊和旅遊的故事 分享出來的時候 然後現在我的旅遊開始替我賺錢了 我四處演講有講師費 然後廣播節目有通告費 那甚至因為講得還不錯 所以後來呢連續非常多年 大概從2013年開始呢 每年上100集的電視節目在談旅行 那就通告費 所以經營了這些方方面面 最後我在旅行的時候 又成為了定制旅遊公司跟他們合作 所以我結合了這兩個東西 也就是圖中最關鍵的 放在最中間的兩個核心的拼圖 就是設計與旅行 好 那你會發現說 那你經營了這麼多面向 那你的設計和旅行 這兩件事情是關鍵 那請問你們的核心拼圖是什麼 如何找到你自己的核心拼圖呢? 我先直接講答案 答案就是你要找到一件非我不可的事情 什麼叫非我不可? 這個世界上能夠賺錢的事情太多了 能夠做的職業太多了 為什麼非你不可? 非你不可就是必須這件事情 你對它有非常大的興趣 你有極度的熱愛 也讓也因為你的熱愛 所以讓你非常的能夠堅持 你非常能夠努力和等待 去達到你想要的成果 那也是因為你自己非常非常熱愛 他非常喜歡他 那這件事情如何找出來 我相信大家就可以已經聯想到了 就是從你自己的興趣裡面 或者是你自己生命中重要的事情 生命中重要的脈絡裡面去找到這件事 接下來呢 你找到了你熱愛的事情 像我就是我找到旅遊 設計都是我熱愛的事情 就把它做到賺錢的程度 那當然啊 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賺錢 比如說我喜歡做甜點 能賺錢嗎? 你做到頂尖當然能賺錢 你做成一個頂尖的甜點師傅 或者是你是一個藍帶主廚 那當然能賺錢 任何一件事情在這個年代 你都有把它做成功 做到賺錢的機會 重點是你必須做到頂尖 所以這個就是你自己對自己的磨練 那當然這條路不會很輕鬆 所以你必須對他很有熱情 很有熱愛 你才有辦法一直堅持下去 那大家可以看到像我剛剛的圖裡面 就會發現我同時經營非常非常多的面向 那我知道在學校的時期呢 很多時候老師會要求學生說 欸你們就專心念書 不要想東想西好不好 會希望你可以專心 那但是呢我認為 發展你自己的興趣呢 絕對是學生時期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項目 是非常重要的人生功課 最好在大學以前可以找到它 會比較好一點 那到底算是一種累積還是分散注意力呢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狀況是這樣的 因為我呢經營的這些面向 全部都圍繞著同一個核心 所以在每一個項目 它其實相互之間是加分的 比如說你看我是部落客 又是旅遊作家 你知道部落客其實在台灣人家 他就開玩笑說 你那個石頭丟出去 不小心就會丟到一個部落客 因為大家只要申請個帳號 你就有自己的部落格了 那你就可以開始當一個部落客了 那但是 部落客這麼多 但是我的位置就會比人家稍微再高一點點 因為我是一個有出旅遊書的部落客 就好像不太一樣 那再來呢 我演講的時候 人家說他不是一個普通的講者喔 他又是旅遊作家 他還有開自己的民宿 他還有廣播節目 而且他也是電視名嘴耶 就是當別人這樣子互相加成的時候 其實我經營的每一個項目 互相之間是加分的 所以他就不會是很分散注意力 或是你覺得東忙一點西忙一點好像沒有成績 那大家會想說 聽起來你的日子目前現在過得好像很愉快喔 每一件事情都是自己喜歡的 又這麼豐富 那但是當一個斜槓青年 到底需要多久的努力呢 我上面已經寫了 絕對不是一蹴可蹟的 先跟大家分享這個圖 藍色就是我當時剛畢業的時候 自己在多方面嘗試 因為我自己有一個 第一項的專業就是我的設計工作 是絕對做設計就可以賺到錢的 那接下來我就嘗試了非常多不同的東西 可是在這個嘗試的過程中 當然就會分掉了我努力工作的時間嘛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自己不斷不斷的嘗試 收入是起起伏伏的 而且我沒有去上班 因為通常上班老闆就不讓你減差 時間會比較受限制 所以我基本上沒有在上班 我就是自己接案子 那我比較呢 我這個穩定上班的同學們 就可以看到他們穩定的每個月領薪水 然後在三年之後 好像身上了一個小主管 還被加薪了 所以當下在前五年 畢業的前五年 其實真的內心是覺得非常辛苦的 因為來自於周邊朋友親人 給你的關心 這些關心都覺得有壓力 他們會問你 到底為什麼不去找一個工作號上班啊 你為什麼一定要這樣 你整天東摸西摸的到底有累積嗎 你這樣子又在忙這個又在忙那個 大家給你很多的關心和壓力 再來 但是當你繼續努力累積之後 現在 已經成為這樣的一個曲線了 就是在我耕耘很多年之後呢 每一個耕耘的項目 全部都冒出頭了 冒出水面了 突然之間 同學會開始說 哇 你怎麼在每一個面向都經營得這麼好啊 欸很棒欸 都不用被老闆管住 因為我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時間 在國外旅行 那我所有的事業 大家應該聽得出來說 我事業不是一個人做啊 不可能的 所以我所有事業裡面都有團隊 而我只要在國外能夠上網滑手機 我就能夠 確認每一個事業都是 好好的運行的 那 同學開始羨慕說 哇 你的收入翻了好幾倍 然後每一項都有成績 那我們呢 變成資深設計 那設計這個產業基本上 在業界啊 是 收入是有天花板的啊 一個資深設計五萬六萬 平面設計的話 大概差不多了 就是頂了 沒有辦法再往上 那所以 聽到這裡 你會想要選擇哪一條路 我知道很難選 因為 你一定會想 這個圖上的交叉點 到底是要等幾年才會發生 才知道 到底該選哪一條路 給大家答案 十年 就是前面大概會有十年 非常辛苦的期間 而且呢 我剛剛只講了前面五年 是家人跟朋友給你的關心 那個關心的壓力 後面的幾年呢 是更加辛苦的 因為你自己 都開始懷疑自己了 我現在做這件事情 每一件事情好像有 那麼一點點小成績啊 也曾經 有一點點小成果 可是現在 效果 現在好像看不到終點 看不到 出頭的那一天 到底我該不該 繼續走下去 所以其實 越走到後面 到最後 家人已經不再煩你了 因為他們覺得你不會變 你就是這個樣子 他們不想改變你了 但是自己就開始懷疑 我還是應該去找份工作嗎 怎麼辦 再加上你的 年紀嘛 從二十幾歲開始 逼近三字頭 我就覺得壓力越來越大 到底該怎麼辦 那所以 這麼 內外交加的壓力 然後再加上收入 還不是很穩定喔 所以心裡 的那個壓力 是真的很大的 所以這 就是為什麼我剛剛說 你在努力的那一條路 必須是 非你不可的事 必須是你非常熱愛的事情 你才有辦法 在一次一次的選擇當中 選擇自己 我還是要走這一條路 那如何判斷你自己 該不該成為一個斜槓青年 那我替各位呢 整理了幾個條件 這些條件就是 我認為是成為一個斜槓 斜槓的人生 斜槓的工作者 必要的條件 所以你可以看看 適不適合你 第一呢 你是不是一個 有多元興趣的人 因為有多元的興趣 你多元發展 同時分心做很多件事情 有一些人啊 其實不太適合 同時身兼數值 他們會覺得 非常的疲憊 那如果你覺得 你不是太適合 就是同時做很多事的話 那可能你得考慮一下 好 第二 你是不是一個 會替自己定目標的人 懂得安排自己的時間 因為當你開始 一心多用以後 很多事情 你必須要有所取捨 和安排 還有時間 包含你自己 替自己定目標 包含你原本 已經有一個 穩定的工作 你如何經營你的 第二個斜槓 的事業的時候 你要如何替自己 定目標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那這個部分 你必須是一個 比較自動自發的人 第三 你是不是下定決心 要付出 比別人多更多的努力 因為同時 在經營很多項事業 絕對是比別人辛苦的 那當然剛剛看到了 那個曲線圖 後面的成果是甜美的 因為我現在過的生活 是完全我在學生時期 夢想的生活 但是前面的辛苦 是十年的辛苦 那你準備好了嗎 再來 你是否能夠 努力堅持的夠久 因為這個努力 這個辛苦 不是堅持五年啊 這是十年 十年真的很長 你要想十年 都已經從 國小學生 都讀到大學了 那所以你自己 能不能花十年的時間 去努力 那 有一句話在講說 你在任何一個專業上面 只要堅持 一萬個小時的努力 你就會成為專家 那事實上 的確是如此 那就是十年的時間 那 聽起來啊 前面要吃這麼多苦 有沒有輕鬆一點的路 其實還是有的 我會建議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先把 你自己的專業 這件事情 就是比如說 你 先找到一個 你喜歡的東西 然後大學去讀它 然後 訓練四年 大學的四年 這個專業 讓你可以賺到錢 基本的收入 所以你先有一個穩定收入之後 你可以開始培養你的興趣 然後讓這個興趣 你開始經營斜槓 然後第二個興趣 也開始做得越來越好 而賺到錢 像我最近就有 一群部落客的朋友 他們是非常 職業 專業型的部落客 他們可能 上班的工作 是 月薪大概六七萬 但是他們在文章 寫文章的部分 寫到非常好 不只是文章裡面的 Google廣告 可以帶來收入以外呢 甚至因為它寫得非常棒 所以非常多的廠商 找業配 就是 花錢 請他們去體驗 或花錢 請他們產品 甚至像我有非常多的廠商 花錢 請我去旅行 然後只要我幫它 能夠在網路上做宣傳 所以如果你可以做到這樣 那它就可以有兩份不同的收入 這樣的斜槓呢 就是你原本的那一項收入 再加上另外一個斜槓的事業 那什麼時候開始斜槓比較好 其實任何時候要開始都可以 但是有一個比較好的時機是 當你的第一項專業 已經可以為你帶來穩定收入之後 這樣子你自己的心理壓力 也會比較小一點 再來一項一項的慢慢往後發展 最後呢 就要跟大家講說 我今天講了這麼這麼長的一串分享 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還是你必須先找到 你自己人生中間的那個核心的平圖 那必然是你非常非常熱愛的事情 你願意為了它付出更多的努力 甚至沒有錢你都願意去 持續的去耕耘 而這樣子的核心的平圖 沿著它來發展 那之後就可以開啟你自己的斜槓人生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